看看这个 这个是我 一个礼拜前 也是拿来蒙根的 枣树 比较粗的枝条 拿来蒙根 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礼拜 放在里面 一直保持湿润很湿的 看手都是 做实验嘛 如果通过这个情况会发根的话 那对于牵插的朋友就是浮阴了 看现在已经长了已经有根流了 就这么粗的 枣树 那实验成功了以后 也会 告诉大家 效果怎么样 那 必须要保持它湿润 所以说呢 当你发现它有点干的时候 就 喷点水 喷点水的话 让它一直在潮湿的环境里面生长 所以说 所以说 很多 种果树的爱好者 都是在不断的尝试更新新的方式 牵插或者是嫁接 当它成功的时候就会告诉大家 所以说 前人 前人摘树后人吃过就是这个情况 希望 这个能成功 成功了以后就会把这个好的方法 告诉大家 跟上那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